记者林子祥纵合报道,乐天终结者松井玉树连续三年达成至少30次救援点,他今天获得球团加薪5000万日元,下个赛季的年金来到一4亿日元,约薪台币3740万元,松井玉树从高中毕业后至今第五年的年金就突破一元大关。 现年22岁的松井玉树,他在2013年日职选秀会中被乐天第一指名选中,2014年球季先发后援两头跑,绞出四胜八败防御率三。 80的成绩 隔年开始松井玉树专职后援开始大放一彩,2015年赛季有着三胜二败三十三救援点防御率零。 87的优异表现去年也夺得30次救援点,今年成绩三胜三败防御率一。 2033救援点排在太平洋联盟第二,松井玉树季后获得球团加薪,明年的薪水来到一。 4亿日元高校毕业五年后,年轻就突破一元,松井玉树也是2017年世界棒球经典赛的日本队国手。 过去高校选手毕业后挑战日志赛场,最快达到年薪一亿日元以上的选手。 魏西武时期的松板大斧,火腿时期的大鼓香平,两人都仅花三年。 火腿时期的打笔修友,乐天时期的天中江大,半神虎的腾浪静太郎则是花了四年,薪水才破一亿日元。 松井玉树资料照记者称智取涉。 松井玉树资料照记者称智取涉。